五名戍边的卫国英省的英明感伦事迹 持续引发了国内舆论关注 在此之下 我国市民官兵在去年六月 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的消息持续刷屏 在2月20日当天 更是至少有12个相关话题冲上热搜版 有网友说 这才是热搜该有的样子 但是就在含泪感慨于咱们举国热水时 逐渐发现对于此次边境冲突事件 及后续上后处理的基本轮廓 大多数的读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一 他是谁 在央视军事首度发布的去年六月 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视频中 一个特殊的印军士兵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显然同在场的其他印军 躯黑的辐射相比 这名印军士兵不论是辐射还是面部轮廓 都更加像是对峙一侧的中方人员 这名生理特征与普通的印军军艺的士兵 甚至头盔的颜色及服饰 都与其他的普通印度士兵存在较大差异 当然更加耐人寻味的是 就是这种东北亚面孔服饰特殊的印军士兵 仅仅在央视军事公布的视频中 就至少出现了三两短短几十秒的视频 透露出了两个重大信息 一 印军一侧的对峙部队中 存在着多个数量的华裔或者是东北亚裔士兵 不同的军服装备显示在军事编制上 这些华裔或者是东北亚裔的印军士兵 极有可能是单独成编 显了 国内网友的迷惑与好奇 给了不少邪恶用心之能可乘之机 短短几天之内 针对这几名士兵的真实身份 已经陆续的听到井蛙袁硬说 约有参战说 甚至还有更加离谱的退役军人冤兵说 显了 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是极其恶毒的 也是相当荒谬的 那群井蛙约有 你叫他们上街嘴炮扯横幅也就罢了 要让他们上对质前线 怕不是人人怀里都放着一面绣毫的红旗 当然 一至于说那些人是退役的军人的 那更是华天下之大计 但凡说这种话亦或是有这种想法的人 那一定都是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过 咱们人民子弟兵的键盘响 你说要退役的美军打美军我相信 但是唯独那张造谣狗嘴之力的话 我甘愿自己的脑袋跟他堵 根据印度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得知 那名声音铺下齐发宝的华裔面孔印军士兵 即印战特别边境部队上位军官曼尼巴 值得一提的是 与其他普通的印军边防部队 隶属于印度国防部指挥有所不同 上位军官曼尼巴所在的SSF部队 却是同时向印度内阁秘书处研究分析室 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的特殊部中 印度的军队为何要向美国能负责 这一切还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起 当年在完成暂地评判之后 一支名为试水六港卫教军的长鱼战独势力 在仓皇之下流传到了印度 刚开始 这群人数不过几百人的藏兵败将 并没有引起印度的兴趣 在印度人看来 这群流传异国的败兵 就是一堆破烂的抹布毫无远处 然而1962年印度的敞败 改变了破烂抹布的境遇 当时刚刚在边境战争中失败的印度政府 给予通过与强大国家的一些军事合作 来增强本国的国防实力 而在此支持 一直希望在中国后用放火的美国中情局 在白宫的授意下找到了印度政府 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毒辣设想中 一直由印度内政部指挥 由流亡战独组成 由美国人出钱出装备的特殊部队 应战特别边境部队优势建立 1963年2月该部队被正式纳入了 印度内政府军事体系 按照美印的设想 一旦中印再次爆发战争 这群与中国人体貌高度相似的战门部队 将作为先头部队 对我后方进行侦查渗透 颠覆乃至突袭的各项决死任务 介绍挺厉害的 看似得到了重用 但是实际呢 不妨看一下这些所谓的金律的产产经历 1980年镇压西克教徒的蓝星行动 1988年马尔代夫政变的先冷场行动 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 很显然 纵观历年以赖印度方面 对该部队的实际使用场景 我们不能发现 这支最开始被设计为 专门的对中作战的特殊部队 再后来燕朗已经成为了印度军事体系里的万金油 不仅如此 这些流落异箱的炮灰 还是那种相当良价的万油金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该部队的军饷 还有物资供给 主要由美国中情局提供 但是碍于其尴尬的地位 美国方面的供给时有时我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很多时候都不得不顺着为印度打工 当然由于这支部队的合法性一直存疑 因此很多服役几十年的炮灰 在退役之后 只能够拿到区区几千美元 合计不过两三万人民币的微薄浅上 在印度的廉价养老院里 苟延残喘 前来对于自身的真实处境 炮灰们最清楚 炮灰们最常抱怨的是 只有在与中国关系紧张时 印度政府才把他们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而一旦局势缓和 他们就沦为原国的夜户 这一次中印在万河谷边境冲突 随着事件真相的披露 更多信息的传出 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实际上是一场 不冒硝烟的局部战斗 是中印两军的一次冷兵器交战 我们完全可以说 这是中印两军的一次实战比拼 是我军又一次真正的大姐 在各方面全面碾压了印军 事后回顾 我们才知道 加勒万河谷之战 并不是印军基层部队主管的邀功独行 而是印军高层的序谋 并将作战命运 雪暴行动 这点从印军参战部队序列的复杂构成 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这场特殊的战斗就这样展开了 我赤手空拳的十名官兵 对阵印军带有武器装备的六百人 无论我们的官兵有多么英勇 占据了多好的地形 但实在是太过悬殊了 英雄团长齐发宝被印军重点攻击 头部被铁棍击中身受重伤 我军另有四位官兵英勇牺牲 很快我支援部队就上来了 将印军打得屁股尿流 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 我们首批赶到的支援部队 仅仅是七十人 就是这区区七十余名我军官兵 却极其英勇战力超强 硬是将专门前来制造冲突的 印军六百人精锐突击队 打得个落花流水 印军在黑夜里 漫山半野的疯狂的逃窜 原本宣传无比的印军士兵被打得乱叫 印军四处溃上 兵败如山倒 军官不顾兵 兵不顾军官 我七十多名官兵 一边追着印军士兵打 一边还俘虏了大量的印军士兵 其中有的印军官兵 是直接的下跪投降 据说 当莫迪和印军国防部长 得知这一极具侮辱性的战果后 几天没敢发声 生怕中国公布真相 导致印度政坛地震 于是印军来了个商事喜办 对这群长兵败将 颁发了优异的服役 去勋章 只是在他们恬不知耻的情况下 中国才愤懒公布了事件的部分真相 看到来自前线的战斗细节 和战斗成果后 相信大家都会感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识 无法离开 与其他愿回忆 不能对此 我们讲的